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首先再次欢迎各位参加 我们EQ步步星亲自关系成长系列课程 今天开始我们激发脑部潜伦第三期的课程 就是整合记忆 自我和他人 今天开始最后一期课程的第一课 特别讲到怎样去整合记忆 如何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心理的拼图 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 大家小组里都有机会来给大家认识 大家分享你的名字 参加课程的原因 在亲自关里面你认为面对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也可以来分享最近在亲自关里面的一些经历 也有些反思 通常我们开始每课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真人实例来分享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4A组上来 分享他们的个案 邀请4A组上来 好吗 下个星期才4B 所以为了保证大家参加课程的时候 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 我们每一课都会轮流邀请一个小组 来分享他们一个个案 特别有人去采用这些个案 来教大家 去应用我们每课学那些策略 那些步骤那些方法 所以当轮到你小组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预备一个角色扮演 可以来到去演出 你们那个案例当中的亲子互动的情况 所以不同的种 你们可以来到去扮演父亲的角色 或者母亲的角色 或者孩子的角色 聚述者的角色 聚述者也可以首先 来介绍这个案例的背景 好 那我们广义当值都有两个案例 或者可以很快来讲 第一个讲了 不肯去学游泳的儿子 雅各是八岁 突然有一天沉着面 眼睛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跟爸爸妈妈这样来讲 宣布说 今夏天我绝对不会去学游泳 那爸爸问他 宝贝我以为你是很喜欢游泳的 那他用很潮气的语气 没错 重点在这里 我已经学会游泳 那爸爸就继续说 我知道你是懂游泳 但是你再学一下 就可以游得更好 那不单止这样 你记不记得 你最好的朋友 跟你一起学的 那你可以每一天 跟他一起来到去玩 那雅各就马上逃脱一下 没关系 我不在乎这些东西 那他很坚定的声音 但是里头流露出一些恐惧 好心你啦 你不要逼我啦 那爸爸妈妈都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儿子会拒绝 根据最好的朋友一起玩呢 而且做运动 一直都是他很喜欢的 这个绝对是第一次 好 第二个案例 就是肚子里长大的孩子 来到懂音乐 这个Daniel 就是那个课本的其中一个作者 就是他太太怀孕的时候 就经常唱歌 给肚子里头的小朋友去听 那唱什么歌呢 重复唱 就是他的祖母曾经唱给他听的歌 那就是表达孩子的生活里头 母亲的爱的歌曲 每个孩子出生 但是那星期呢 Daniel就做一个实验 邀请他的同事来做一个研究 按次就唱三首不同的歌曲 毫无疑问 当孩子一听到熟悉那首歌呢 眼睛就张大 就非常的流心来到去听 所以同事呢 很容易来到去辨认出 他们那个注意力是不同了 那所以呢 当他们在妈妈肚里头 都没出生的时候 已经听到爸爸唱歌 那一个我们叫做知觉性的记忆 已经开始形成了 好 那我们呢 等一下大家分组的时候 大家可以分享最精彩的案例 就是你们自己的案例 就是孩子受过去经历影响的时刻 那好像死了 大家可以分享 最近呢 有没有孩子受过去经历影响 有过度反应的时刻呢 那你可以分享 当中发生了些什么 孩子的表现 作为家长 无论是爸爸妈妈 对孩子有什么反应呢 而且造成一个怎样的互动 结果怎样呢 你满意什么 满意什么 那之后呢 现在有机会反思经历的时候 你当中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启迪 那大家分组的时候可以分享 那我们将时间交给4A组 他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案例 是 这个真实的个案呢 是发生在一件道火线上面 事源呢 母亲呢 生日那天是星期日 那因为呢 母亲就觉得那女儿呢 已经很久没有回教会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星期六呢 就跟她说 希望在生日那天呢 那女儿能够陪她一起回教会 然后呢 就一起吃午餐 而那女儿呢 亦都答应了 但是一想不到那女儿呢 因为呢 因为星期六晚呢 就在朋友家里 习惯了 那星期日呢 早上呢 就起不了身了 那妈呢 也都不知道那女儿呢 不肯回教会 在星期日 早上呢 还很开心地打电话 给那女儿 叫她起床 那现在电话响了 那女儿呢 起床啦 一会儿呢 我来接你去教会 嗯 睡了 起不了身 不去啦 不去就算了 那我母亲呢 其实就很不开心了 那自己去了教会了 那因为呢 很多次呢 那女儿呢 都是答应了 没有去到 一心想着呢 今次生日 那女儿呢 一定不会脱底的 那但是始终都是 终于都是脱底 那妈呢 回完教会之后呢 看到那女儿呢 就无名火起 很生气的那样了 嘿 你答应了我去教会 你又脱底了 别人起不了身嘛 你呀 已经几次脱底了 你这样呀 会破坏很多事的 第二天出来做事 叫人怎么信你呀 你呀 要改呀 你干嘛 你干嘛 换了是阿哥 你就不会这么啰嗦呀 阿哥 不像你整天脱底 阿哥什么都好过我 所以你只疼阿哥 不疼我 我呀 我呀 什么时候有只疼阿哥 不疼你呀 你也是我生的 怎么会不疼你呀 阿哥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需要 你都很关心他 听他说 帮他做完一切 但是我就不同了 我说的没人听 没人关心 没人关心 阿哥得到最多的关心 最好的东西 你两个呀 我都疼 不过呢 阿哥平时呢 就喜欢呢 就说话多 什么好 或者不好 他都会表达出来 所以就令我容易明白他的需要 但是你呢 就很少说话 又很少表示 所以我就以为你没问题咯 一切OK咯 你是我妈来的 你应该知道 我有什么需要 我什么样东西都跟你说 你不说呀 我怎么知道呀 我又不是你肚里面那条虫 那你就不要乱想东西了 我一样很疼你呀 不要说 不要说呀 你不用解释了 总之 这些是我的感觉 不会错的 由小到大 你只听阿哥说话 我说什么都不被重视 我在你心目中 没有价值 没有地位 我永远排第二 总之 你像阿哥多过疼我 这个时候阿妈真的觉得很无奈 好 麻烦 这首歌很精彩 多谢4A组 多谢我们看到 现今发生的事情 受过去的一些经历来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帮助大家 从科学的角度去看看 我们的过去如何影响我们今天 我们如何整合我们的记忆 导致我们能够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心理的拼图 所以好像刚才他们的个案那样 当孩子突然间很害怕 很生气 很沮丧的时候 很多很激烈的情绪 我们很难理解它 可能这个原因很简单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孩子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呃 呃你几个小时 或者很累的时候 或者觉得很无聊的时候 或者孩子还是小 可能两三岁 他根本都未曾成熟 所以会有这些情绪的反应 但是有其他的情况 很多其他时候 就是他们这些反常的行为 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突然间他们陷入那个幼老式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 很可能就因为挑起他里头过去一些 一些惨痛的经历 所以究竟什么是记忆呢 我们以前发生的事 跟现今和将来有什么影响呢 有什么联系呢 所以最简单来到去明白记忆 一种的联想 所以我们的大脑呢 有个能力 将一些的讯息 我们的想法 我们身体的感觉 那些气味 那些的景象 和过去所发生的类似的体验 来到联系起来 所以这个呢 就会影响我们对现今 我们所看到 所感觉到的东西 那个的理解 为什么两个人 经历同一样东西 但是有那么不同的反应呢 譬如如果见到一只狗 我的儿子就会很开心 走上去摸它 去疾它 但我太太见到同一只狗呢 就会大喊又飞走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对现今的事情 无论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我们亲密关系 婚姻类 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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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反应呢 大部分都受了我们过去的经历 来到去影响了 那我们看看 所以当我们有些经历的时候呢 我们老里头的神经元 就会来到它开火 那当它开火的时候呢 其他神经元开火呢 这些神经元会去连接一切 所以我们老科学呢 那些专家就来说 我们的联想就这样制造出来 所以神经元一起来到激活的时候 它一起就会串乱 所以我们试下来做一个示范 想邀请6B组的六位同学 帮我们示范六位同学上来 那这六位同学呢 就好像我们老里头的神经元 麻烦上来 那你们要揽住你们的牌 就是小眼睛的 KAO 大家知道长长长长有 大约有千亿亿千亿亿 Hundred billion的神经元 所以当中有很多无数的连接 那我们在记忆如何来 希望来跟大家来示范一下 那所以这六位的组园 就是已经老里头一些的神经元 所以我们身体触觉的感觉会刺激某一类的神经元 他们的视觉我们看到有狗就会刺激狗的神经元 现在有只狗出现 这个神经元刺激 你们可以举手 狗的神经元被刺激 这只狗是很友善的 可以去摸它 摸下去的感觉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这个温暖的感觉 这只狗就在这里 你们就在这里受刺激 这两个神经元同时受刺激 它们就会串乱 你们牽着手 这几个神经元 然后摸一只狗觉得很软熟的毛 很温暖 身体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书维哥又刺激这个神经元 所以舒服神经元又与其他神经元一起 所以这个经历就是由这些神经元组织 所以下次见到有狗就一起去激活这些神经元 下次见到有狗就回忆那个体验 就是很舒服的 摸下去是很温暖的毛 是很软熟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历 在我们的脑里头 在神经元里头 好 现在试下另外一个经历 同时也是见到一只狗 狗 你们可以激动这些神经元 但是这只狗在狂吠 狂吠 刺激这个神经元 狂吠的时候就开始害怕了 身体开始紧了 想来走 这个害怕的神经元被激化 所以他们一起激活这些神经元 他们就会一起串联 你们就试试拖着手 这四个神经元 好 这个也成为老里头的记忆 另外一种的经历 下次见到一只狗 又会激活这些神经元 无论狗是怎样的 旅头的印象都是它会狂吠 就会来到很害怕 就会身体有这个感觉 我们收紧享受 很想来到逃跑 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和神经元的关系 好 我们多谢四边和我们示范 大家看到 所有的记忆对我们的影响 如何这些神经元串联一起的时候 就造成我们这些回忆 所以我们会有期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塑造我们的感知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经历 如何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现在 和我们的将来 特别是在亲密乖里头的经历 所以你成长期的时候 和你爸爸的互动当中的经历 和你妈妈的互动那种的经历 婚姻里头和你配合互动的经历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造成我们老里头的神经元 这些串联 但是这些记忆未必是这么准确的 所以每一段的回忆 我们回忆后 都有一个改编的成份 所以换言之 我们回忆的时候 其实我们激活的神经元 和事发生的编码时的神经元 是很相似的 但还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说我们很坚持 我记得很清楚 是这样的了 但其实我们的记忆都会扭曲了 为什么呢 我们在编码那段时间 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回忆的时候的心理状态 是直接有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记忆本身 所以我们说出来的故事 我们以为是事实 是一个历史小说 不是真正的历史 很明显 譬如我做婚姻治疗 做家庭治疗 同一的事情来到她发生 太太在那儿 丈夫在那儿 如果你问她 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你的经历是什么呢 我就是听到她在那儿 我在那儿暗暗沉沉 叫她不要吵她 叫她不停 我也是在那儿关心你而已 看到你今天这么冷 你的雪褂又够 我就想你穿身那件 我也是出于关心而已 好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那件事件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记忆说 你就是饿死我 这个是关心你 是这么不同的呢 就在乎我们这些记忆 老女头的运作 所以我们里头有两种的记忆 一种又叫做内隐的记忆 是属于左是右老的 也有另外一种记忆叫做外显记忆 所以内显记忆 右老 implicit memory 外显记忆 是左老 explicit memory 首先讲一下内显的记忆 这个很厉害 我们出生之前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出生之前 内隐记忆一直在这儿编码 编码 我们很多的经历 放在内隐记忆里头 特别我们头十八至两岁 所有的经历都编码在内隐记忆里头 所以一个BB这么小 他记得什么呢 记得还不是那件事 他不可以表达出来 但会记得家里 爸爸妈妈的气息 那种的味道 所听到的声音 自己的知觉 自己的情绪经历 他身体的感觉 或者他所学习的一些行为 这些进入了他右老的内隐记忆里头 所以这些经历就是我们 内隐记忆 我们对世界的运转方式 产生期待 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神经元 一起激活的时候 一起串联 所以我们造成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心理的模式 这些内隐记忆 造成我们如何去看自己 对自己一些信念 所以你如何看自己来自一些的经历 不用想的 所以你觉得 你所一个值得爱的人 所一个可爱的人 就是你成长期 这些是经历 造成一个心理的模式 你对其他人的看法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当你小时候大哭的时候 家人有什么反应 就说他会抱着你 会来到他去疼你 这个造成你的心理模式 身边的人是否可靠 当我有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敏锐的回应到我的需要 就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是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小时候 这些经历已经形成了这些心理的模式 所以大家想想 这些内隐记忆 这个心理模式 有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保证我们的安全 所以我们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很快能够做出一个反应 所以当然这些记忆 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之下 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些感觉 在哪里来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有意识地 控制我们脑内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开始重建 重构我们的经历 和我们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如果想想的时候 就可以联想以前的经历 来造成这些 譬如我见一个女士 她不知道为什么 一落屁面的时候 就很害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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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楼梯向下 黑面蚊下面 一踏入第一级 女士已经害怕到震 没有办法下去飙冷汗 后来了解她的历史 原来是小时候 在楼梯的时候被人推了下去 滚滚滚滚滚滚滚了下去 所以那件事件 她也不记得那么清楚 但身体的记忆在这里 知觉的记忆在这里 所以去到那里已经来到危险 危险 小心小心 不要走下去 所以看到记忆是非常厉害 对她们很大的影响 所以 下一次也是 受她们的内险记忆来影响 如果我们可以帮她去认识她们的内险记忆 特别是透过讲故事 那她们这些体验就成为有意义 也帮了她们去处理当中的恐惧 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如何去整合我们的记忆 我们就要从内隐记忆开始 将它转换到外险的记忆 那变成外险记忆的时候 我们可以洞察、理解 甚至可以医治过去的那些创伤 所以我们上第一个学期 你也讲过我们这两种记忆 内隐记忆和外险记忆 这里有比较 所以在我们左边有内隐记忆 是先天性 出生之前已经有 外险记忆就是一两岁后才开始有 所以我问你记得小时候有什么的经历 可能是两三岁后你才记得 之前是内隐记忆 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记忆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但外险记忆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意识 我们知道是过去的事 我们现在是想起过去的事 所以内险的记忆包括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情绪 我们身体的记忆 就是说我们身体永不忘记 发生的事情 我们身体会去记住 即使我们大脑忘记了 身体也不会忘记 特别是一些创伤的经历 所以很多时候受虐待的人 他已经忘记了 已经压抑了 不想想因为太痛 但是身体压是不舒服 某一些情景里头 那不舒服的感觉 会重新出现 透过自我的方法 帮他进入当时的创伤经历 可以得到医治 那外险记忆 我们要自传记忆 是有一个自我 有一个时间的知觉 所以你知道自己在 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时候 另外呢 外人记忆 刚才说 包括他们的心理模式 这些对我们 现今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些事件 但是因为形成我们的心理模式 所以影响现在 我们如何来对人处事 特别在一些亲密关系里头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外险记忆 就是包括我们 记得那些事实 那些情节 我们可以用言语来 表达出来 可以了解当中的意义 内险记忆 我们的编码 是不需要意识的 因为是与我们的海马 那个Hippocampus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外险记忆 需要我们意识来介入 因为需要我们的海马 和前那一叶皮层有关 所以我们是 要用我们老的这些部分 来将记忆来整合 所以当然 内人记忆有时是可以很积极的 也有时可以很消极 积极对他们有个帮助 如果你成长的时候 一直是被爱 你哭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不安的时候 家人来抱着你 安抚你 你一直觉得 我需要有人去爱我 里头会有这种的期待 所以如果有人伤害我 如果有不安的人 我总会得到安慰 这个成为你的信念 就是你的心理的模式 同时这些内人的记忆 也可以是消极的 如果相反的经历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爸妈妈还是生气 或者表现很冷漠 不要吵吵 你真的很麻烦 你就会体验到这些负面的感觉 这些痛苦消极的 就会来到埋在我们的内人记忆里头 所以我们意识不到 但是成为很多的地雷 地雷的特色 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一踩下去 就一声爆 会炸死人 很多时候我们 如果有些创伤经历 变在我们的内人记忆里头 这些成为一些心理地图 通常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内人 才会踩下去的 就是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你的家长 平时不觉 平时没事 但是一踩下去 就突然间有一个很激烈的情绪反应 所以 即使我们不记得不清楚 当时发生的事 爱人记忆 当中那种恐惧 那种违避 那种悲伤 创伤的情绪 身体的感觉 会一受刺激的时候 就全部会出来了 对他们很大的影响 影响 影响我们的睡眠 我们可能会有恐慌症 有其他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的心在血压 所以 当我们来到 小孩又受到过去 负面的经历影响的时候 有痛苦的时候 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我们用意识之光 是Light of Awareness 帮助他们 进入内隐记忆内 将内隐记忆 外显化 导致他们能够意识到 这些所发生的事 他们知道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来处理 所以我们需要教孩子 用一些健康的方法 来整合他们内隐的记忆 右脑内的记忆 外显的记忆 左脑的记忆 将这些痛苦的经历 成为他人生的力量 可以帮他去理解自己 可惜一般的玩家 就是这样做 哇 你好哭 哭得这么深 你说一下 如何辛苦 什么令到你这么痛 痛就说 不要哭 不要再想 不要再说 不要再提 还没有事 这很多时候 我们成长的环境 有痛苦的经历 我们要去压抑 要去否认 我们要加入他的宿世 要去忘记 这些就成为很多的地理 所以就害死你的陪优 害死你的孩子 另外 我们大老钟 刚才说到海马 这个Hippocampus 功能是非常重要 就是来整合我们的内险记忆 和外险记忆 导致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了解这个世界 某一些情绪病 譬如我们有忧屈的时候 直接是伤害我们的海马 内险的神经元 所以如果你有抑郁的时候 你不去处理 海马内险的神经元 就一直死死死死死死 越死越多 如果你做一些脑部的素描 做一个MRI 一个磁力震动的素描 你可以来量度海马的体积的颗度 所以如果你有忧屈 你不去看医生 不去吃人 不去处理 十年后 你的海马内险的神经元 已经死了四分之一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 为什么有些病人 医极都医不好 原因是因为 海马内险的神经元 已经死了一大部分 我给他一只 两只 三只 最高的分量 都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这些神经元 已经死了 海马是非常重要的 海马是将我们内忍的记忆中 那些形象 那些图像 那些情绪 那些感受 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来变成一个外显 我们可以理解到的一种的记忆 那我们怎么来看海马 Hippocampus 好像一个专业的拼图高手 或者一些小孩子 就很喜欢来到拼图 小时候玩的东西 一百块 都不够 要一千块 要五千块 要一万块 才够刺激 所以这个海马就是这样 将我们内忍记忆的碎片 来合并 组织一个图像 外显的记忆 有了一个完整的图像 我们可以来到去反思 可以了解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所以这个海马的功能是非常重要 整合内显的记忆 外显的记忆 让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生活的故事 我们可以了解 可以处理到里头内心的情绪 特别是那些恐惧 那些愤怒 那些沮丧的感觉 也都是知道我们的过去 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现今 有时候 家长也会知道 很多时候 孩子没有做什么特别 孩子就是做孩子要做的事 但是为什么你走过 看不过眼呢 为什么你走过 你心里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最明显的例子 是你儿子在打机 每天放学都在打机 为什么走过 心里有这么不舒服 这么大的反应呢 多数是挑起他们内心一点的东西 所以稍后我们做作业的时候 今周大家有机会来想想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 给孩子一个空间 容许他们来表达 日常生活里 和感受 回想 他们所遇到的压力 这些内隐记忆 就像拼图那样 一直都是碎片 一直都是分散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经历 这些就成为他们的生命里头 一些的地理 如果我们相反 帮助他们来 将过去整合在现在 让他们了解 里头的心理过程的运作 导致他们可以控制到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我们越是能够帮助 去整合他们的记忆 我们越会看到孩子受过去所遗留的问题 对现在作出那些影响 特别是一些非理性的反应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一些事情 孩子过去的经历 对他们现今有影响 我们可以运用今天教大一些工具 帮助他们把他们内隐的记忆 外隐的记忆来整合 导致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控制感 所以内隐的记忆 像这些地理 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感知 我们身体的感觉 所以会影响我们 所以对父母是非常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有两个独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 会捕捉到我们所有的情绪 特别是负面的情绪 当你害怕的时候 当你生气的时候 当你失望的时候 当你不满的时候 当你悲伤的时候 当你悲伤的时候 小孩会感觉到那些情绪 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这些研究 那里有一个YouTube连续 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看 但可以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一个妈妈在唱歌的时候 上学给大家看过 一个BB几个月大 一路有个情绪反应 妈妈唱到很伤心的时候 我很怀念你 我说BB开始下去哭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 是很感人的 所以我们以为BB没有反应 也有很多研究者看到 很小的BB 几个月大的BB 当她在睡觉的时候 把妈妈在那里吵架 刺激她的脑 特别是不安全的部分 来到有个反应 这个研究就很有趣 BB在那里移动我们 怎样去做素描呢 研究完 他们睡觉就来做素描 因为她不动 因为那个机器很大 那些功能的磁力震动的素描 功能的MRI 所以她看到BB醒 放进去 一定会害怕的 大喊 然后她睡觉了 把BB放进去 来做个脑的素描 看脑的运作 第一班的BB 第一次播出一些 他家人 吵架的情景 那些声音 立刻看到BB的脑 会亮起 特别是紧张不安的部位 播一些舒服的时候 安抚的说话 有另外一种的反应 那我们以为 吵架不可以在子女面前爭 是吧 没用的 即使她睡到 她都进入了她的大脑里头 所以 这些是内忍记忆的能力 所以 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对孩子绝对很大很大的影响 他们一定没有办法保持平静 和快乐的一个处境 所以家庭 家长 父母 婚姻里头 很紧张的时候 有个仗力的时候 孩子一定会感觉到 虽然她不会说出来 但影响了她的大脑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内忍记忆 令到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作出的反应 就是绝对我们 平时不会做的反应 所以我们自己 过去有我们的创伤 被其他人 甚至被我们的父母 他们忽视 他们遗弃 他们要贬低 被他们去拒绝 这些会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很难 能够来到去关心 可以尊重我们的孩子 特别是一些东西 会挑起我们 这些内忍的记忆的时候 作为家长 非常非常重要 当我们有一个 强烈的情绪 反应的时候 我们不要向孩子 来发洩 我们要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忍 我们要来学问一下自己的问题 现在有什么反应呢 是不是合理的呢 儿子一直坐在那里 你走过 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他什么都没有做到 如果答案不是合理的时候 是没有道理 那我们要问自己 究竟在我内忍 现在发生了什么呢 我会联想什么呢 究竟现在这些感受 这些行为 在哪里来的呢 所以无论亲自关系 夫妇关系 我们都需要来 这样来问自己 所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来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 接触我们内忍的记忆 可以将它外显化 整合我们的大脑 当家长整合我们的大脑的时候 我们都是直接 帮助孩子来整合他们的大脑 所以我们课本的作者 Daniel Segal 就这样说 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 我们一起去读出来 所以我们科学来提醒我们 需要整合我们自己 我们的大脑 我们一起读出来 通过整合内忍记忆 和外显记忆 把意识之光 照尽过去的痛苦时刻 你能够察觉到你的过去如何 影响了你现在 你与孩子的关系 可以对你的问题 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 造成了的影响 保持警觉 当你感觉到无助 沮丧 或反应过渡时 学学那些感受的背后是什么 探索他们是否与过去的事件有关 然后你就能把过去的经验 带到今天 将他们融入你的整个生命历程 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能自由地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父母 你将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也有助于你的孩子 就有到他们的生命的意义 好 所以接着有几张卡通片 提醒我们 如何帮助孩子 将他外隐的记忆 来到外显化 我们可以按他年龄来 和他去解释 我们的大脑 就记住所有发生的事情 好像电脑的记忆 那个RAM里头 但是 就不是一个完整 一个连贯的方式 好像我们的拼图 好像拼图的碎片一样 塞塞在里头 所以我们 为了要将这些 来到去 合併成一个完整的图画 我们需要来到去 将所发生的事情 来到去讲出来 当我们将个注意 来到去 讲回我们当中的经历 当中的体验的时候 就慢慢将这些拼图的碎片 来到可以来到去整合 如果是开心的事 譬如生日会 开心去讲这些事 可以来到去记住 一个美好 一个奇妙的时刻 但是有时候 我们发生的事 令到它难过 令到它害怕 我们不想记 但当我们可以来到去 接触一下去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到去 控制到这个感受 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 入了我们内人的记忆 就突然间会造成一些恐惧的感觉 一些悲伤的感觉 一些愤怒的感觉 好 接着这里有个例子 又讲回狗仔 刚才我们的神经园 有狗在狂吠 当然很害怕 一想起狗就会很害怕 但也有个不同的经历 譬如邻居的狗是很友善的 可以摸它 摸下去很舒服 可以将这个 来到去成为它那个 外遜的经历 所以处理了外遜的经历 当中的恐惧 来到将它来到整合了 成为一个外遜的经历的时候 就可以更勇敢 更快乐 更加的镇定 好 接着如果大家想用英语 跟你孩子解释 接着有几个图片 就是英语的 好 我们现在试试从另外的角度来到去看 我们整合记忆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我们从创造主的角度来到去看 圣经里头有一组的书卷 叫做《诗歌书》 当中包括诗篇 今天我们看的 这些诗歌书 主要是记录人在神面前的经历 我们如何去经历神 如何在神面前去反省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些体验 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两种记忆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们一起看诗篇第六十三篇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在床上记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炸美你 所以这些经文用了有两个动词 我们首先要在床上去记念神 来思想祂 所以记念就是记得 就是回想回回我们的记忆 那个意思 思想就是密想 想象 当诗人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将他的专注能力 将他的记忆转向神 身灵的处境就有改变 突然间有一个很丰富的满足感 接着用言语来诈美神 所以接触内隐记忆的时候 这个满足感觉就出来 接触外遣记忆 诈美的说话就出来 所以这节的经文虽然这么简单 提醒我们 人生最有价值的记忆 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记忆 所以让我们去记得 去重复来到去反思神 祂的慰价 祂是怎样 神的慈爱 祂的信实 祂的恩典 祂的作为 在宇宙中的作为 我们心里的作为 这些记忆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当我们可以重复来到去想 来到去回想 来到去纪念的时候 我们在神里面这些体验 我们在心里面的一个丰富饱足的感觉 我们的嘴唇也充满欢乐的炸味 我们的内隐记忆 和我们的外遣记忆也会被整合在一起 好 接着我们讲一下 我们如何处理刚才那些实例 如何来到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甚至帮助我们自己来到去探索我们的内隐记忆 我们邀请4A组上来 待会大家分了 都可以来到上司去应用一下 所以当我们留意 当孩子看起来 不是这么沉长不合理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首先考虑一下 他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内隐记忆 造成他 现在影响了他心理的模式 我们找机会来帮孩子探索 特别是等他冷静一点的时候 跟他说回这件事情 了解一下他当中的感受 当中的感知 他的情绪 身体的感觉 有什么图画在这里 来到教导他有关内隐记忆 在这个情况下 大脑会想回过去一些事情 虽然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当他来到想回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帮他说出当中发生什么 有什么感受 又可以联系过去不愉快的经历 但现今大脑的反应 让他可以了解到他的感受 在哪里来到 接着我们可以帮助他 有意识控制头脑中发生这些事情 来到重新来到去建构他的经验 他的感觉 用新的方法去看不愉快的事情 可以来到去想回一些 有更好的回忆 来到平衡回那个体会 也都可以帮助孩子来到 教他和他的大脑来到去说话 可以多谢大脑 你也是想保证我的安全 但是呢 你看一下 现在的情况 和以前那个是有点不同 那你也是教孩子 做一些 譬如深呼吸 教大家 一些缓慢的深呼吸 来到帮他身体 那个紧张 不安的感觉 来到去减低 也都是想回一些好的经历 那帮助孩子可以说 以前所发生的这个糟糕的经历已经过了 这个悲惨的经历已经过了 现在的经历是新的 现在我已经大过了 比过去那几年 过去那十几年 我现在是更聪明 更文降 更懂事 更强壮 更崇识 更更情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到 然后呢 如果是 还是有紧张的感觉 其实可以来到教他 可以跟大佬来说些什么 然后呢 让他知道 这些焦虑是来自以前的经历 现在是再不需要 当然也是 用讲故事的模式 帮助他来到去整合 内人的记忆 和外遣的记忆 让他当中来到去增加他动策的能力 理解能力 甚至可以医治他内心创伤的能力 好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些4A组 看看他们怎么用 刚才我们提议这个方法 来帮助女儿去探索她的内忍记忆 甚至妈妈也有她的内忍记忆 导致影响到他们的互动 那这个时候呢 母亲看到女儿那么激动 开始就运用她的上层大佬思考 让自己冷静下来 知道这个时候呢 只会越解释 女儿就只会越反感 那心里面就盘算着 如何在EQ班学到的知识 形容在这个处境里面 虽然母亲心底里面很清楚知道 其实自己是没有偏心 只是疼哥 但是既然女儿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就必须和女儿连结在一起 要认同她的感受 因为越否定她的感受 就会越浓巧反转 于是她就想着用同理心 去安抚她的情绪 然后尝试整合她的内忍记忆 和外遍记忆 可能是因为她内心的需求 是没有被充分的满足 例如有几次要求去哪里吃东西 去哪里玩 母亲最后都听取了哥哥的意见 而没有接纳她的意见 所以她经常都觉得 她说的话是不被重视的 所以就认定了 母亲一定会疼哥哥更多的 于是长期积压了对母亲的不满 藉着这次冲突爆发出来了 女儿,你现在很不开心 不如我们一起做些深呼吸的运动 大家冷静下来 再慢慢聊聊你的内心感受 好不好 于是两母女一起坐下来 做一个在YK奥巴默医生教的深呼吸运动 做了几次之后 现在开始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激动 可以一起聊聊聊 女儿 其实也很感谢你今天这么坦白 说出你内心的感受 让我知道 原来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在家里是没有地位 没有被重视 又被忽略 是不是 女儿 因为女儿觉得母亲能够认同她的想法 了解她的想法 那态度就开始软化下来了 是的 你今天就说了 你今天说的东西就给了一个机会 我去反省到我 我以前是错的 因为我一直以为 我放多些时间 教好阿哥 让你有一个模特儿 学习的对象 原来反而令你觉得疏忽了你 令你这么难受 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 很不舒服 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修补我们的关系 改变我们相似的方式 好吗 妈妈 我都知道刚才语气重了 我都知道 你不是完全不疼我的 你知道就好了 好了 好了 以后 如果你觉得我不重视你 又或者有任何不开心 你要立即说出来 不要放在心里面 妈妈为了跟你相处好些 现在 其实我每个礼拜日 都想亲子学习班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妈妈呀 你今天生日 不如我们出去吃东西吧 嗯 好啊 等等 女儿啊 嗯 下次 嗯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妈妈 好 很精彩 多谢死亿祖 看到他们的情况 家里每天都发生类似的事情 很多时候亲子最紧张 大家的情绪被挑起 就是踩了一些地雷 所以他们没有女儿很好 大家冷静了 又可以想起以前所发生的事 是内忍记忆的那些经历 影响了妈妈 妈妈以为教好歌就行了 妹妹就会跟着 忽略了女儿 女儿也是被忽略的感觉 当他们来看到这些经历 用我们讲到意识之光照下去的时候 这些原本是内忍的经历 原本是隐藏的地雷 就整合成一个外显的一个记忆 整合了之后就可以控制到 可以理解到发生什么 可以有改变的能力 所以特别多谢死云组 好 稍后大家小组分享的时候 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个案例 又讲一下如何去应用我们这些步骤 好 那我们意识讲的时候 也有一个案例 讲到如何去应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回来看 所以阿葛上床睡觉 爸爸又跟他聊 问他怕些什么 原来支持我的经历先生 逼他跳水板来下去 把他的头按下去 所以仍然造成这个 对游泳的恐惧在这里 所以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小组和个人的作业 所以在今周里 希望大家可以完成 所以大家小组 可以一起去阅读参与者的契约 就是大家讲到第十二页 大家来知道参加这个课程当中的责任 当中的权利 如果上期有参加的课程 还没有加回课程后的评估表 希望你尽快交给组长 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参加 刚才举手的十几位 希望你能够可以去填好 尽快填好报名表 就是课程的第十三页 完成之后 然后签名后就立刻来交给组长 如果大家上个学期 或者今个学期 新来 未曾完成我们的网上课程 开始的评估 就是我们讲 以第十四到第十八页 就请大家尽早来完成 那你也是要来到去 知道你组别台的组长的电邮 才可以上网完成 如果你上网不方便 可以完成一个硬线 去交给Sara 所以这些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当中有一个 讲到医父的关系经历 邀请大家评估 你在成长期 跟你最亲密的人 或者你爸爸你妈妈 照顾你那位的经历来评估 然后希望大家 如果你还没做到 就邀请你十岁以上的孩子 来完成那个网上 课程开始的时候 那个评估 或者我们第十九到第二十三页 他们也需要填写你的名 就是他家长的组别 所以我们分组的时候 就请大家去阅读 参加者的契约 大家分享你现在遇到的案例 孩子的过去内人的记忆 如何来影响现今 家里的情况 和你的互动 如果有时间可以讲一下 如何来处理 下周我们就会来到去 大家也可以来到去留意 你发现孩子 反应过非常激烈 强烈的时候 也是用这些问题来反思一下 发现什么孩子的表现 你的反应是如何合理 如何合理 如何合理 如何和你自己的过去 一些经历有关 那用回我们刚才所说的 意识之光 去了解你这些痛苦的时刻 对你现今的影响 那我们下课 下一周 会开始我们第二课 讲到我们 如何重演记忆 教大家如何用我们 思维一个遥控器 那接着我们有一些报告 我们将时间交给Sarah 一会儿再多讲一下 一会儿再讲一会儿 你会儿再讲一下 师父 一会儿再讲一下